唐纳德·特朗普表示 如果11月8日的选举失利 他可能会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而他的这一言论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民主 这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一项基本权利 特朗普评论道 他可能不会尊重这一权利 这让很多民众感到震惊 上述的话 是在特朗普指责希拉里·克林顿 与媒体合谋操纵选举之后发出的 当被问及是否会尊重选民的意愿的时候 特朗普先是表示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我会给你留个悬念 此番评论或可吸引非建制追随者的注意 但其对手则称之为很可怕 加以回击 希拉里表示 这不是我们的民主实施方式 美国的存在约有240年 我们有自由且公平的选举 即使得不到别人的喜欢 我们也得接受 这也是在大选辩论阶段 任何人都应该期望看到的 希拉里还告诉记者 特朗普今晚所说的是 其竭力责备他人 让自己在竞选中处在尴尬境地的一部分 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评论 做出迅速的谴责 特别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 如果他落选 这并不是因为系统操纵 而是因为他失去了民心 最后的辩论双方都充斥着争议和虚伪的言论 但却是比之前的言论 多了一些更多政策上的谈话 不过根据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分析师 拉里萨巴托的分析 这次辩论也没有能改变竞选的大趋势 这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个好消息 特朗普说不一定接受选举结果 这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是头条新闻 根据RCP网站 对12次民意调查的平均统计 辩论之后 希拉里克林顿当前领先6.5个点 获得48.6%的选民支持 受特朗普保护主义立场影响最大的墨西哥比索 在辩论之后略有升值 但没有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期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